編號IW329303 這隻藍面43mm Big Pilot 我不想用一個很小 Big Pilot 這種字眼 它是43mm 做了很多賣賣的 電車廣告、海報等 就在香港 我覺得這個尺寸真的不錯 不過看起來不會覺得它是43mm 你會覺得它是40mm、41mm 也有它的標罐 不過如果配合一個小的箱 標罐應該是跟Big Pilot一樣的 就覺得實在有少許的特律 如果標罐比較小 我覺得就很好了 有窩釘式的軍用錶帶 然後配合一個接購 一個自家的自動機身 其實整隻標罐都做得很細緻 有些人會覺得 跟Big Pilot的六折價 有些不太大價格 就好像比較划算 好划算 就視乎你 是不是對Big Pilot有些迷思 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歡Big Pilot 理論上 不會買的比較小 因為你也會有那種原早的味道 不過如果亞洲人 很明顯 亞洲人的手 適合這個尺寸 沒有那麼誇張 不過我自己 如果預算許可 都應該選擇 大隻的Big Pilot 現在IWC 在藍面的運用 就更多了 如果有一天我做設計 我就做實色藍 看上去可能會比這個 因為Mk18 Mk18 Cornel 都是用了這個放射色的藍面 就似乎看上去就少了 我自己覺得 應該在這些款式裡面 因為一個新的型號 可以在標面的顏色配套 做一些功夫 現在這陣子 網路也有大量說 勞力士的YouTube 大家可以慢慢在那裡欣賞一下 現在我希望 就說回 多些雜品牌的手錶 和大家分享 這東西 事實上 我沒有見過很多人戴 可能因為定價 也不是太廉意 而我所說 如果你是Big Pilot的追隨者 你可能都要買到那些大大小 不過有時候 我覺得 如果你只有6吋半手 帶這麼大一隻錶 又是什麼情況呢 好 多謝大家